詩篇第四十九篇 萬民呀 你們都當聽者話 世上所有的居民 無論貴賤貧富 都當質疑而聽 我口要說智慧的言語 我心思想通達的道理 我要質疑聽比喻 用琴解謎語 在患難的日子 最逼我的人的奸惡環繞我 我何必懼怕 他們那些倚靠財貨 至誇錢財多的人 沒有一個能屬自己的弟兄 能將屬嫁給神 讓他長遠活著 不見地府 因為屬生命的價值極貴 只可永遠罷休 他要見智慧人死 與每人和生畜一般的人 一同滅亡 把他們的財貨留給別人 他們需以自己的名叫自己的地 墳墓卻作他們永遠的家 作他們世世代代的居所 人居尊貴中不能長久 如同死亡的蓄慮一樣 他們所行之道本為自己的愚昧 後來的人卻還佩服他們的話語 他們如同羊群注定要下陰間 死亡必作他們的牧者 到了早晨 正直人必管轄他們 他們的形象必被陰間所滅 無處可容身 然而神必救贖我的命 脫離陰間的掌控 人他必收納我 見人發財 假設日益顯刻的時候 你不要懼怕 因為他死的時候 什麼也不能帶去 他的榮耀不能隨他下去 他活著的時候 雖然自誇為有福 你若自己行得好 引必誇掌你 他仍必與歷代的祖宗 一樣同歸死亡 永不見光 人在尊貴中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綠類一樣 今日同大家分享 詩篇第四十九篇 題目是人生的七個不可 詩篇第四十九篇是 可拉後瑞蛇給世人的勸世文 他是一開始的一支以節奏話 萬文雅 你們都當聽這話 世上一切的居民 無論上流下流 扶足貧窮 都當留心聽 他不單止叫世人要聽 而且要留心聽 這個就是表示他所講的非常重要 他說 我口要說智慧的言語 我心要想通達的道理 智慧的言語同通達的道理 這兩個語詞的確是人生非常重要的教導 他究竟要我們注意哪方面的問題呢? 下面的七個不可就是他要我們知道的 第一環難不可怕 讓我們來看看第五節 在環難的日子 奸惡除我腳跟 四面環繞我 我何必懼怕 人生多有苦難 有些苦難是天然的 令人無法避免 有些環難就是人為的 但我們卻可以靠著神的恩典而升過 例如這裏所提到的災難是奸惡的人所造成的 詩人就說 我何必懼怕 我們不用懼怕人為的災難 因有主同在 就能升過 主耶穌亦都告訴我們 我們在世上有苦難 但在他裏面有平安 約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節 第二錢財不可靠 第六至第七節 那些倚仗財科折花錢財多的人 一個也無法屬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將屬家給神 金錢有他的好處 但卻不是完全的 有人說 金錢可以買保險 但就不能夠買到平安 可以買維他命 卻不能夠買健康 可以買血漿 卻不能夠買生命 可以買學位 卻不能夠買學運 可以買地位 卻不能夠買高貴 可以買肉肉 卻不能夠買愛情 在我們人生的旅途上 金錢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 唯有耶穌基督的恩典 才是無窮無盡 第三九因不可買 六至九節那道話 那些倚仗財科折花錢財多的人 一個也無法屬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將屬家給神 叫他長遠活著 不見飽懷 因為屬他生命的價值極貴 只可永遠達憂 救恩不是用錢可以買的 是要用信心才能夠得著 如果金錢可以買到救恩的話 這樣豈不是世上所有有錢的人都可以上天堂 窮人就通通都要落地獄 第四死亡不可悔 第十道到十二節 他必見智慧人死 又見如還人和畜女一同滅亡 將他們的財貨留給別人 他們心裡思想 他們的家室必永存 住宅必留到萬代 他們以自己的名 清自己的地 但人居轉貴中不能長久 如同死亡的束縷一樣 據說 當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臨終的時候 仍然有很多未了的事要交代 他說他願意用他整個大不裂 天帝國的江山來援取一刻中的生命 講完這句話之後 他就斷了氣 生命是無法用任何物質去援取的 第五美容不可留 第十四節 他們如同羊群注定要下暗間 死亡必作他們的目者 到料早晨 正直人必管轄他們 他們的美容 即是聖經所講的形象 必被陰間所滅 以致無處可存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 特別是女士們 有些甚至不惜代家去整容 結果不但沒有整得漂亮 反而失敗變成醜八怪 甚至有人因此連條命都沒了 就算漂亮得像西士一樣 經過連月的消磨 最終都是不能逃避變成百發蒼蒼的老虎 他們美麗的容貌必被陰間所滅 陰間是一個權勢 他是搶奪人類生命青春的惡魔 沒有人能擺脫他 不論盡男美女 在他的折磨之下 人人都無法逃避 無法可治 第六富貴不可恥 十六到十九節 見人發財加失增榮的時候 你不要懼怕 因為他死的時候 甚麽也不能帶去 他的榮耀不能隨他下去 他活著的時候 雖然自瓜為有福 他仍別歸到他歷代的祖宗那裡 永不見光 中國人有居俗語 富不過三代 秦始皇希望他的皇朝 能夠子子孫孫都繼承下去 但是到了第二代就複亡了 美國舊金山有一條街名叫沙特街 原來整條街的樓房 全部都是屬於一個叫沙特的有錢人 於是他就用自己的名來把這條街道命名 誰不知他後來破了產 和德年飯都沒得吃 睡在條街道等人救濟 雅各書四章十三到十五節這樣說 注意 有人說 今天或明天我們要往某城去 再拿女豬一年 做買賣賺錢 其實明天如何 你們還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甚麽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魂巫 出現片刻就不見了 你們都應當說 主若願意 我們就能活著 也可以做這事或那事 可見人生的富貴榮華如同佛魂 轉眼之間就消失了 第七靈性不可遁 第二十節 亦都是最後一節 人在尊貴中而不醒悟 就與死亡的蓄女一樣 當人居高位的時候 最容易就是得意忘形 好似大衛王那樣 成功做了皇帝之後 就睡覺睡到日頭平西 起床之後又沒有靈收親近神 卻是平台到走來走去 出之有一次見到一個美女在那裡沐浴 結果就令她待入萬劫不復的罪惡深淵 從此都見不離她家 飽受痛苦 大衛是一個合神心意的屬靈偉人 但就因為靈性一時的打頓 使她的一生農上了污點 哎 實在是何等的可惜呢 眾觀這篇勸世文 的的確確是我們人生的教育 願與各位共免致 最後想明謝唐崇榮博士 以上七個不可的大綱 是參考自舉的講章 但願聽從上帝教誨的人都因此而蒙福 阿門